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觉得推广的过程当中没有带出一个正确的概念啊 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就是你要教育的其实是教育他们如何欣赏这款茶 而不是跟他们吹里面有什么啊可以保健啊可以减肥啊 你跟他们讲各种各样的那种保健啊减肥啊 我本身是刮三个圈子 我喜欢喝咖啡 我也有味咖啡减品感 然后我也喜欢万条酒 然后也喜欢喝单量啊那个那个叫什么精量啤酒 所以我每次八卦看你去那样也是喜欢喝 然后我 他不会cross的这几群人 很少 但你们又会觉得会有一批人是也没有做爱好的 他又不知道茶他又不知道啤酒这样子 就你们做销售会想哎呀我要去挖掘这种门床 因为好像我在做的领导我是想要我要接错这些情人 我想哎啥是什么这样子 我不是觉得不是什么会有 而是这样的人在啊 主要是对生活没有要求吧 是啊这次他懂 这次他懂啊这次哦 主要是对生活没有要求吧 主要是对生活没有要求吧 我我就会跟你说我提倡的茶茶学也好茶道也好茶艺也好 就是要从你的那个个人的品味品感下手 因为你要切身体会到这样东西好美在哪里 你才会长期在里面啊 那如果是说你不能体会 你纯粹是因为朋友有趣所以你去 你体会不到 那么你的朋友跟你离开了 你就不会不能思绪啊 就这么简单好像学画画 学画画OK我是不会画画的 可是我也喜欢视觉上的那种对美的呈现 我甚至会为此去上许博士的课啊 啊啊上了几次啊 呃基础太差啊 基础太差所以没有没有继续上我的基础太差 可是他在我心里种下一样就是 那时候我去台湾嘛 然后我会专门去逛他们的艺术馆啊 啊去看看每一幅画 你去尝试去理解他啊 我觉得这种尝试去理解的一种心态啊 回到茶里面也是一样的 就比如说你喝喜欢喝茶 其实喝茶这个过程是什么 就是你用你主观的感官感受 去体会这杯客观存在的一杯茶 OK那他给到你什么体会 这个过程当中 你能够呃感受到什么 给他的香啊 他的回感啊 他的口韵啊等等 你去慢慢去体会他慢慢品味他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过程是让人很享受的 然后你才会 持续变成这一个 习惯也好或者是爱好 很多时候爱好都是从习惯而来 很难啦 早期也是有人做过啦 早期也是有人做过 然后其实这条路也是很难的 就是说你要做trip mark 不是trip mark 就是做一个个人风格的一个审美标准出来哦 你做了过后 你需要讲讲啊 很继续推的那个横面的影响力 因为刚才我讲的是中面的嘛 中向的嘛 就深度了嘛 茶好像本地他没有教育到他们怎样见赏 所以造成说他不懂得见赏 他就没有印象 他喜欢跟不喜欢都没有印象 然后你有介绍 然后你有教育他怎样见赏 他喜欢或者是讨厌他也有印象 他知道OK 那么如果是前者他喜不喜欢都没有印象 对你这间店来讲是没有意义的 他来你这间店跟来另外一家店 跟去另外一家店都没有意义的 对他来讲你卖的就是一个空间 当时那一瞬间的感觉罢了 所以都没有人在做这块 很少 我所看到的 积极在做的就只疼嘛 没有主动教育 很多时候他怕讲多了 觉得烦 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就是 本地的查克呢年龄浮动太大 造成说上有一种是消费是大爷的感觉 然后你还要听店家怎样教育你 就变成说对他来讲 很多情况就是 所以反而对他们来讲是很难下手 这是本地查行的一个窘境 我的看法过去就是在这边 你没有办法让他们建商 你永远都只徘徊于 喜欢跟不喜欢 然后你的客户也没有办法 你没有一套審美标准让你的客户认同 你没有 造成说只要你卖的这个茶 他去到另外一间比较便宜的话 他肯定去另外一间买咯 这是很正常的嘛 所以就进入二性竞争咯 就开始讲到二性竞争咯 因为池就这么小 池就这么小 那么如果你不开拓一样东西 你把小白慢慢教育他们 变成说他对茶是有教学的 然后过后他有自己的一套 符合你店的经营的那个 建商的那个审美标准 他就会长期支持 对你的店来讲是好吃的 可是问题是哦 现在就处于一个很尴尬的情况 就是有人想这样讲 他又怕其他人攻击他 这好像你提的咯 好 因为他已经出于一种二性竞争 二性竞争 你交一套审美标准出来 这一套审美标准 如果在这一个顾客里面养成一个标准 他就变成粉丝了嘛 可是问题是哦 你变成粉丝了 对另外一家是 损失了一个顾客吗 对了 所以这边呢也衍生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基础标准 基础标准就是 啊 茶先不分个人喜好 分好不好 OK 我们就是 有些 茶店 他基本上也到了一个地步就是 不好的茶 他跟你吹到好的茶 那么这样讲呢 也很难怪他他面对要经营的问题 啊 他面对经营的问题 所以造成说一次冲好呢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 没有建立起那个审美标准 OK 那么 也很怕建立起一种审美标准 因为建立起的话哦 茶客就懂了 他不懂你这个茶 材料到底做到有多好 可是他至少懂喝进去的感觉 到底是有什么感觉 嗯 嗯啊 他 各个人主观 他意识到 我喜欢的还是我不喜欢的 嗯 他有这样的东西在 他就会 慢慢进步 嗯 好 然后 你做了这个哦 他还不足以 让你 支撑下去的 啊 因为你 往往就是你会养成 一般实中分的 啊 可是问题是哦 你要扩大你的实中分 啊 啊 怎样过大呢 就是 透过活动咯 透过活动不断的养成这种消费习惯 然后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 啊 OK 这样的模式呢 其实哦 它是源自于一个很好的体系 商业体系 啊 保险 传销 嗯 你有发现吗 传销 为什么这样 吓人 啊 他不是不好的传业 可是他很 给人的感觉很反感 可是为什么他还是可以 这么坚强的 在所有的地方 都可以继续发展下去 而且如果持之以恒 产品很好的 他都可以继续发展下去 为什么呢 他有每个星期的活动 所有有接触过传销的人都知道 他每每个一三五分分钟就是讲产品的 不然就是讲招人的 OK 他一定会跟你讲这些 重复的活动 OK 那么 坚持下去 你的横面才推得开 OK 品鉴会的横面才推得开 可是很多人呢 就是只是做了 纵向的 没有做横面 在之前我是讲 纵向都没有做 就是 没有教深度的 如何品鉴 OK 你教了品鉴 你要教横面 就是 累积更多人 可是这些我都没有看到了 没有看到说每个星期的 有活动啊 没有 所以你可以做 你想要讲什么 我曾经试过的 我曾经试过 那时候是一个月一次嘛 那时候 每个月一次 反响 反应还不错的 其实 是 对 有 对 因此 有 有 感谢观看